作为国务院首帝公布的全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称之一 泉州这座古老的城市在让你感受到现代繁华的同时依然保存着它独特的文化清晰 鱼音鸟鸟鲜月飘飘漫步在暮色下的街头巷尾 你会听见一阵阵优美柔和的音乐 这就是泉州满音 它有一种独特的乐器 拾音铜锣 提到石鹰铜锣 必先要提到泉州市洛江区罗西镇 罗西镇在宋代时期有着玉泉乡的伟称 俗称大罗西 这里就是石鹰铜锣的发源地 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石鹰铜锣 发明于明代万里年间 族谷里记载着其渊源 明朝万里年间的罗西 一个名叫黄瑞台的男婴出生的 他就是打铜和石鹰铜锣 断制记忆的第一代十足 黄瑞台儿时曾被贩卖到广东省潮州 从养福身上学到了打铜技艺 明朝万里已自灭过 黄被营救回罗西老家 靠着打铜手艺 在罗西铜鸟村开始经营打铜生意 打铜断制记忆 因此在铜鸟村开始繁衍发展 今天的铜鸟村就得名于此 后来打铜技艺逐步扩展到 临近的西彩村和西康村 经过日夜锤炼 黄瑞台打铜技艺越来越高 而且自行研发了石鹰铜锣的断制记忆 从此在南曲相似馆的音色上 增添了清脆的打鸡乐 除此之外 黄瑞台还研究制作了 双铃 响展 窝 螺 庆 钟 怒窝等 丰富了打鸡乐器世界 也为演奏者精彩多样的表演提供了可能 断制石鹰铜锣的过程繁杂细致 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术 还需要制作者拥有相当的耐心 石鹰铜锣制作材料 以纯铜和纯锡为主 其比例为78.125%的纯铜 加21.875%的纯锡融化而成 精确把握制作材料比例 是制作成功的基本条件 制作时 先将25斤纯铜和7斤纯锡 放入干锅中 用柴油加热至1100摄氏度融化 再将混合铜液注入直径6公分 厚度1公分的专用模中 凝固后起模 再将模块经反射炉烧红 空气锤断打 反复数次 直至断打成厚度约1.5毫米 直径不规则的铜饼 再用电材刀剪成直径18公分 再使用冲床将其冲压成内径8公分 外径11公分的帽状 稍微冷却后 在浓度10%的盐水里略微浸泡 再继续招红 精水冷却后 用闸刀将帽状铜锣多余的边角剪去 再用铁粘板 铁锤将帽状铜锣的平面处敲平 车床曝光 手工削薄 曝光就是用刀刀将热处理后的黑灰色的铜锣 还原成正亮的金铜色 消薄就是将帽形铜锣的凹处一面消薄 为调音做好基础 然后再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调音的制作 这些制作技艺在全国都堪称绝无仅有 调音是石阴铜锣制作技艺 最难最为精细的一道工序 铜锣的厚薄将直接影响着音阶的高低 铜锣厚音则高 铜锣薄音则低 因此在调音前还需要先筛选不同音色的铜锣 再以南管冻销或品销为标准音 用铁粘板铁锤平经验逐个铜锣反复锤打调音 音阶调高则敲打铜锣凹处 音阶调低则敲打铜锣凸处 最后在铜锣帽檐处钻三个或四个小眼用于系绳子 石阴铜锣分别由十个内径八公分外径十一公分厚度约一毫米的帽形铜锣组成 它们按一定的要求排列 用琵琶线分别穿过铜锣帽檐处的小眼 将十个铜锣按序穿挂在一个特制的架子上 每个铜锣可分别敲出一个音 十个铜锣可分别敲出 十个音 石阴铜锣的小锤很精致很特别 它是由橄榄盒制作而成的 演奏时用橄榄盒的两头盒间敲打铜锣 就能发出音色柔和的声音来 石阴铜锣是闽南音乐所特有的一种乐器 主要配合南音下四管器乐 与其他器乐相比较 石阴铜锣的演奏方式灵活多样 观众可以选择定点观看表演 演奏者坐在椅子上 左手拿着石阴铜锣架 右手拿着小橄榄锤投入的敲打铜锣 此外 石阴铜锣轻巧 易于携带的特性 也是于行走演奏 演奏者可将石阴铜锣架平架腰起 玄空部分用绳子记号挂在脖子上 边走边敲打铜锣 美妙的乐声引得路人驻足聆听 时间能让一棵树苗长成参天大树 也能让一个漫地昏浪的孩子 蜕变为思想深邃的老人 四百多年的漫长历史 时间的力量使石阴铜锣经历了繁荣与萎缩的变化 铜锣村曾是福建省的铜锣月主要生产基地 铜锣月销王 江苏 安徽 东南亚 台湾等地 由于打铜制作记忆 只传给儿子 儿媳 付传给女儿的祖训 导致传制民国时期才发展到二十几户 四百多人掌握这项手艺 这也是罗西镇铜锣铜锣席制作最为旺盛的时期 1955年至1963年 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 铜锣制作开始出现萎缩现象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重新复兴 皇室后裔有二十七人继续经营铜锣月制作 然而 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社会人群对时尚的 流行的 快节奏的热衷于追求 使得整个传统铜锣月市场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目前 罗西镇铜锣村黄氏后裔中 继承十一代孙 黄萍水 黄火轮兄弟俩 还在办场生产铜锣月 石阴铜锣将面临失传的危机 形势不容乐观 四百个春象秋冬 多少生命消失在时间浩瀚的长河里 岁月的洗恋赋予了石阴铜锣非凡的魅力 使其蕴含了浓厚的历史文化韵味 尤其让现代人钦佩的是 石阴铜锣的断置记忆包含着许多科学原理 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铜液原料的比例 融统的温度 反复的断打 因接的调制等制作记忆 充分体现了祖先们的智慧 让后人肃然起敬 感慨万千 如今 为保护传统石阴铜锣断置记忆 以洛江区文体旅游区局长卢温水带领的一帮人 组建了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 目前已投入资金约一万元 对石阴铜锣断置记忆等项目进行深入谱查 2006年12月11号 石阴铜锣断置记忆经络将区人民政府公布为 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更好的保护石阴铜锣断置记忆 罗西镇政府还制定了五年保护计划措施 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两部分 并建立相关的保护机制 提高干部群众的保护意识 逐步坚决动态的持续发展的保护体系 着力提升石阴铜锣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价值 为石阴铜锣断置记忆的发展传承 注入了新的动力 绝无仅有独一无二 这是社会 石阴铜锣断置作技巧的包养 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繁华 我们仍然需要石阴铜锣这朵艺术奇葩的点缀 用责任珍爱历史留给我们的保护 让石阴铜锣悠扬的跃升 走向世界 萦绕在永恒的时光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